緊鄰浩瀚太平洋坐落山腳下 孕育出獨特排灣族文化 这是大家对台东南回的旅游印象 近年来铁路旅行 温泉泡汤甚至迎接曙光 更让台东南回沿线 冲高观光人潮 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对环境影响 知名景点垃圾爆量 甚至在去年暑假的金伦溪 也发生垃圾之乱 影响居民捕捞 观光人潮两面刃 现在南回县族人也试图翻转 地图上一个个点柜 串联呈现 这是南回永续旅行联盟的分布图 包括太马里 大武 金峰 达人等地 民宿 餐饮业者 纷纷加入行列 要做的就是落实环境永续 虽然一百一十一年暑假 联盟规模才慢慢有了雏形 但一切的缘起还得从九年前 金伦排湾族青年鲁萨恩的这间民宿讲起 走进浴室 以往都会附上的一次性灌洗用品 在这里统统看不到 甚至在房间桌上 店家还备有特制环保杯 环保袋 就是要住进来的游客 可以带着食用 减少垃圾产生 这样的一个环境永续 在现在这一两年 在讲那个SDGs 其实我们已经在 在那个八九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只是说我们现在特别有感 是因为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指标 就是我们从去年暑假开始 这个速度很快的原因 其实来自于大家其实有一个 你真的很爱惜你自己土地的那个初心 然而这份爱惜土地的心 也曾遭受质疑 四年前吴萨恩也开了咖啡厅 展开租借海费包 让顾客可以随时进滩之外 同时旅行环保 不提供一次性容器 有的游客应不便 甚至破口大骂 让你促进经济的钱 你不赚吗 所以对我们来讲 就会觉得是 对啊 我们真的没有想要赚这种钱 那如果你是用那种花钱 就是花钱是大爷的心态来到这里 那你就真的永远也喝不到这里 我们用小农所烘焙出来的面包 然后在地咖啡所烘 所充足出来的咖啡 你一辈子也都喝不到 因为你没有想跟我们一起 为这块土地尽一份心理 转换心态 坚守环保精神 吴萨恩说 落实环境永续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慢慢做起 也能看见改变 而也是这样的理念 影响至今 有三时间左右的南回观光业者 下一代其实它的 它的使用率会越来越高的状态之下 实际上其实在部落里面 反而会让孩子 还或者是下一代 会让他们越来越 在这样子的一个 塑胶的一个环境之下 会越来越紧凑 反而我觉得 是要从我们这一代开始 去年111年 是南回永续旅行联盟 首度以这个名称 对外参与活动 当时引起一波涟漪 政府部门 旅行社 纷纷注意这样的旅游形态 吴萨恩说 这是一个文化 期盼持续在南回各地升登 像去年暑假 有一个最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有一个爸爸带儿子 就会把爸爸带儿子来这边吃下午茶 吃完下午茶的时候 他就去租借那个海飞包 他们回来的时候 我才看到他们 就是爸爸带小孩子 然后拎了一袋的垃圾这样子 然后我说 爸爸你怎么就关心收包 你怎么知道这边有海飞包 怎么会带孩子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他说 他其实关注我们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今年的暑假 就是去年的暑假 他很希望说 带孩子来旅行之外 我能不能家庭教育 去告诉我的孩子说 我们的旅行其实可以 来为环境做一点改变 环保力量默默地持续扩散 许多民众前来都已养成 自备环保餐具习惯 甚至也有游客发现 海滩垃圾近年越来越少 但吴萨恩表示 这股影响力不仅止于此 更希望能带动部落族人重视 让这股爱惜土地的心 持续延续下去 原来是新闻阿拉斯加荣 台东泰玛里采访报导